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酥脆金黄的炸鸡薯条 还有香喷喷的香煎包 让人难以抵御油炸食品的诱惑 然而这些好吃又便宜的街边美食 却可能是来自地沟油的黑暗料理 有人说 那我以后尽量不在外面吃饭 自己买菜做饭不就行了吗 是的 你或许可以躲过地沟油 但不幸的是 你可能躲不过 掺了化工产品的灌车油 近日由陆媒新京报揭露出了 中国食用油行业中存在的一个严重乱象 即油灌 运输液 运完煤质油等化工产品后 不清洗 灌车就直接运食用油 而这些惨装的食用油最终都被包装成 各种名牌食用油 进入了百姓的餐桌 更有甚者还有网友曝光 一辆标识为送水车的灌车 揭开上面盖着的标签后 居然显示的是吸粪车 据说这还是一辆送饮用水的车 小伙伴们立刻就不淡定了 有网友评论说 油混用就算了大不了生病呗 这水和粪混装 这是不是太恶心人了 茅房刷得再干净可以当厨房吗 更不幸的是 这早已是灌车运输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早在2005年南国早报就曾报道 灌车清洗难防交叉感染 拉完危险化学品后又拉食品的灌车乱象 报道中提到拉了汽油拉蜜糖 拉了柴油拉使用酒精 拉了烧减又拉双氧水 2015年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也曾揭露过有毒化学品运输车 违规运装食用油内幕 然而以上的报道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也未在社会上引起人们的关注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种做法一直在持续 每个人可能都有机会吃过 这种添加了各种化工液体的食用油 网民谴责说 此事已过去了9年多 若不是新京报的曝光 谁又能想到这种投毒行为竟然一直存在 好在这次新京报的报道境遇不同 可能因为牵扯了几家央企 国企等大型企业 以及很多的名牌产品 所以报道发出后 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涉事的央企中储粮 更是成了千夫所指 不少网民拍片 对该事件进行了嘲讽和痛斥 原来调和油调的是没有 我炒菜都能起火了 我还到处炫耀 以为是我的厨艺精湛了 现在才知道原来它掺了没有 中国粮食安全的定海神针就是中储粮 它拉动GDP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为医疗行业做贡献 形成一个闭环 这简直就是GDP的涌动机啊 最终又会被说成这一切都是美方的责任 难怪吃了两年这个油 每次炒菜都有一股汽油的味道 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 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 这位女士也很郁闷 为什么早就没发现自己吃的油有异味呢 现在走进厨房一看金龙鱼 然后我闻了一下鸡油的味道 现在问题是已经吃了这么多了 我能把它吐出来吗 更为可怕的是 大家现在根本不知道 哪些品牌的食用油 存在这种混装贯车油的现象 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食用油 到底混进去了什么化工产品 所以都很担忧 自己买的食用油到底还能不能吃啊 这简直是给我们的日常饮食 买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啊 看完新闻 我赶紧看看我刚买的油 应该没啥事吧 这可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生产的 应该能吃吧 这个牌子的油能不能吃啊 你看这还有什么委托者分装商 分装肯定要有油罐车吧 那些油罐车肯定都通用的 不可能只有一个中储油集团用吧 这世界还能不能好了 就算我不吃买的油 自己熬猪油 但我总不能永远不吃外卖 永远不下管子吧 真是不把老百姓当人啊 我们是他们圈养的牲口吗 从吃的到喝的 吃出病后到医疗 你们一条龙把我们安排了 是吧 也有网友说 难怪早在2017年 就有德国的检测实验室发现 老干妈矿物油含量偏高 还有海天 有家老干爹等油辣椒产品 就连德福巧克力都存在矿物油超标的问题 现在终于明白了 原来不是他们添加了矿物油 而是他们使用正常的食用油 可食用油里面本身就被渗入了矿物油 上面提到的煤质油是什么呢 煤质油是一种由煤炭加工而来的化学液体 其中含有的不保核氢、芳香足氢、硫化物等有毒成分 长期使用可能导致中毒甚至致癌 而如果毒性大的化工液体残留在里面 直接接触或者吸入都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 比如说肌溶剂、酸碱、重金属等等 有可能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据新听报7月2日报道 记者在经过长期跟踪调查 发现国内许多普货灌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 既承接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 也运送煤质油等化工类液体 曝光出的细节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今年5月21日10点 一辆灌装车缓缓驶入河北、燕郊一家粮油公司 一个小时后 这辆灌装车满载了30多吨大豆油驶出厂区 显为人知的是这辆满载食用油的大豆油灌车 三天前刚将一车煤质油从宁夏运到了河北秦皇岛 卸完后并未清洗储存罐 就直接装上食用大豆油继续运输 当日下午也有一辆在三天前刚卸下煤质油的灌车 未经清洗直接开进了中储粮油纸有限公司厂区内 在未经任何检查手续的情况下装载了35吨食用油 有灌车司机向《新京报》记者透露 为了节省开支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 早已是灌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至于为何业者会选择混装 一名灌车司机透露 由于灌车经常换货运输 而每次的清洗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现在运输行业竞争激烈利润很低 因而在换货运输时选择能省则省 并且不安排习惯 也是因为有些食用油厂商把关不严 据司机介绍 无论是食用油还是润滑油 煤质油运输时基本没人检查 即使有人检查也只是看一下灌口和灌尾 只要这两个位置干净 那灌车就是干净了 至于这辆灌车之前拉过什么货物 灌里面有没有什么液体残留 他们根本就不管 有的厂家会要求需要用食用油专用车辆 司机们也有办法应付 就自己拿一张A4纸 打上几个食用油专用的标签 贴在原来喷涂的化工品字上面 就蒙混过关了 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前面中国并没有相关运输食用油的强制性标准 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 其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车辆 由于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 这意味着对厂家的约束力有限 所以运输过程中控制所能依赖的只有运输者的良心了 所以那些灌装车的老板为了省钱干脆就让 司机拿块抹布管口管尾这么一擦就直接装食用油了 有人在X平台曝光了平日里拉油的油罐车到底有多脏 视频中可以看到罐中残留的业体污浊不堪 下面甚至还有很多渣子 看上去实在是触目惊心 一名食用油业内人士告诉大陆媒体 食用油在出厂时并不都是常见的小包装 还有许多是以散油的形式往外销售 这些散装食用油有的被卖给那些食用油的包装厂家 然后打上他们的品牌 通过超市进入百姓的餐桌 还有的是被一些食品企业 比如老干妈等采购作为原料 有网友跟踪一辆油罐车最近三个月的运行轨迹 发现这辆油罐车除了运送煤油和粮油外 还运送过饲料和肥料以及一似微化品 进出的厂家既有化工厂也有油脂厂 油料分装厂食品厂等 甚至还有宠物食品厂 有人评论说烂透了 全部油厂全部沦陷 没有一个是安全的 这不怪司机常年没人监管 正因为政府的失职 所以导致每个人都在吃毒 也有人说只要中共高层 一直享有特供食品 民众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永远存在 中共不灭 所有人都会毁灭 还有网友说 神奇的国度互害社会 油罐车司机 有没有想过自己下馆子 点外卖的时候 也会吃到自己运的油 整个社会都烂透了 事件曝光后 涉事的企业都在尽力的撇清关系 7月6日中储粮集团发布公告称 对近日媒体关于油罐车油罐混用报道高度重视 将在全系统内展开专项大排查 包括运输工具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规定 运输过程中的操作是否规范等 该公告发出后再次引发舆论的谴责 指其不仅没有道歉 也没有公布对已污染食用油的处理方法 包括追回赔偿等 并且还过滤网民的留言 7月8日被拍到有贯车驶入厂区的 惠福粮油集团回应媒体称 这个油贯车不是我们单位的油贯车 涉及我们公司惠福品牌的油 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 多家上市公司也回应了此事 金龙鱼 道道权 西王食品 金粮控股等 均撇清与有关丑闻的关系 中储良旗下使用油品牌 金鼎淘宝旗舰店系列 使用油昨天突然下架 客服称仓库休息 过一阵会重新上架 相关话题在7月8日冲上了热搜 在舆论压力下沉默数天的中共官媒 终于坐不住了 罕见严批中储良形同投毒 7月8日中共央视网发表评论文章 直指中储良 文章表示 对于食用液体出入库的管理方 尤其是中字头这样的接收方 坚称不厌惯是因为没办法分辨 则完全令人砸舌 相信这不是因为无能 而是因为无德 无责任心导致助纣为虐 这样的草台班子会要了消费者的命 而南方都市报则称这样的草台班子会要了消费者的命 有网友评论说这些被污染的食用油 人人都有机会吃到 并不会因为官阶不同而有所区别 尤其是中储良标下的产品 所以这次官媒也开始关注了 因为只有最高阶层的官员才有特供食品 这些大部分的官老爷们这次终于被拖下水了 不过中储良不负责任的反应 也引起民众的质疑 中储良还没有告诉老百姓毒油去哪了 他旗下的食用油品牌最新回应信来了 质量没有任何问题 放心食用 这话让老百姓怎么信呢 毒油给群众造成的健康风险 和情感伤害该怎么赔 那些油去哪了谁吃了 曾储良的回应只字未提 这位女士还介绍 随着事件进一步发展 曾储良旗下的食用油品牌 金鼎淘宝旗舰店系列 食用油全面下架又上架 金鼎客服表示 产品质量没有任何问题 支持去检测放心食用 然而到了7月9号 经历下架又上架的产品又下架了 此时官话套话的回应和一波三折 反复无常的操作 无疑会加剧网友进一步猜测和担忧 曾储良明明被坐实了工业油 食用油混装 对去向不做任何解释 回应却铿腔有力 还告诉百姓这油没有问题 面对舆情产品下架又上架再下架 只会被老百姓解读为试探 毫无诚意的试探 即便是真没有问题 难道不应该是涉事品牌主动做出一些动作 拿出一些证据赢得信任吗 一句风轻云淡的放心使用 相比较热辣滚烫的舆情和民意质疑 真是显得欠缺诚意 这位女士认为 本次独油事件暴露了中储良 显然没有承担与能力相匹配的责任 也是对公众信任的透支 同时又是对社会底线和法律的挑战 而类似的大规模违约行为 由民众个体举证索赔的难度很大 司法体系此时应当有主动作为 替所有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讨回公道 就这次曝光的油罐车混运煤炙油 和食用油的乱象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职业律师叶竹胜表示 本案中对司机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 在刑法上的定性 可以适用刑罚第144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 食物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杨新称 中国在食品安全领域 做过很多的努力 但基于经济发展和食品安全平衡的角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 执行力度和落地情况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他认为过于严厉的惩罚性措施 对于还在发展出击或发展中的食品企业来说 可能会直接影响产业的发展 难道他没有想到这种只关注经济发展 并以此为理由推卸政府监管责任的话 代价就是老百姓的健康和安全 其实回顾中国食品安全领域过去的案例 相应的政策往往是发生了较大事件后 才有所改变调整 出了事才弥补的惯性 使得食品安全领域的制度建设上 存在滞后或惰性的问题 有人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建立一套黑名单制度 只要是在食品安全领域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 个人通通拉入黑名单 终生禁止入行 企业要赔到破产倒闭 个人也要罚到倾家荡产 因为在食品安全领域 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让步空间 它直接关系到14亿人的健康 有网友评论说 曾经的三聚氢胺事件 让中国产奶粉几乎一夜团面 进口奶粉直接统治了中国市场 难道这次我们还得被逼着去吃进口油吗 一次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 它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 更是摧毁了一个行业 在这次煤油车运食用油事件过后 会不会让进口油扩大占领中国的食用油市场呢 很多时候中国的小粉红们 痛骂那些疯狂涌入山姆 涌入开市客的中国人 说他们崇洋媚外软骨头 跪下去了站不起来 可每当食品安全事故被曝光时 这些涌入山姆超市 涌入开市客等美国超市的人 恰恰买到了真正安全的食品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瑟智表示 中国大陆一直都有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整体上对企业责任的要求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这与中国政治体制缺乏法治的运作息息相关 企业在经营上当然要盈利 但也要维护企业形象 社会责任需要彰显政府最重要的是 整体上要有开放民主自由的氛围 才有办法让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 油罐车装完工业用油再装食用油 只能说明在中国对生命没有起码的尊重 中国是毒食品最泛滥的国家 冯崇义表示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是因为中共政府极端腐败 表面上整天反腐畅连 但各个食品检查环节都可以用钱来打通 冯崇义说 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类坏人 或者是很低素质的人 但是如果公共权利 政府监管措施到位的话 这种东西很快就会被排除掉 而中国共产党恰好是一个 非常伪善极端腐败的政权 所以就没有食品安全 好 感谢您收看 慧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